天蠍也知道自己烂情起来蛮可怕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冰山的外表 把自己包覆起来 我们其实里面是火火山 快点,快点来 来,劈开我们 天蝎一定很随和 处女一定有洁癖 天蝎一定爱复仇 双鱼一定很浪漫 不好意思,你一定误会什么了 十二星座隐藏真面目,来了 各位一定觉得 处女座不就是一个要求完美的星座吗 要求完美的星座怎么可能不完美呢 你一定理所当然的认为 她非常的有洁癖 可是事实上 生活当中的处女座是 她很念旧 哦,这听起来是个优点 所以她很爱翻旧账 只要她觉得是问题的 她就永远忘不掉 没办法 因为她觉得那个就是 她要保护你的地方 所以当她叨叨念念你的时候 你只好认了 那再来呢 欢迎以律集 言以待人 嗯哼,没错哦 她这些事情都是针对别人而来的 如果事情在她身上 她有一千万个理由放过自己 所以咯 家里可能一个礼拜的袜子没有洗 以及别人不要吃垃圾食物 但她自己吃 可以 所以你不要看她一直唠唠叨叨别人 就以为她自己也会这样做 那可不一定 好啦,说到水瓶座我想每一个人都是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咯 对,没有错 她常常让我们因为不了解 或者是她们自己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而让我们觉得很疏离 但你以为她们是机器人吗? No,绝对不是 隐藏版的水瓶其实很能将心比心的 而且情感也很丰富 但她们也非常的会隐藏情绪哦 有时候很多水瓶座会一边释放情绪 一边觉得真抱歉 所以当她觉得真抱歉的时候 她就会把自己的情绪完全封锁起来 死都不让你察觉 因为她害怕你担心 遇到这种情况 你也不要硬打开它 因为那不见得是你能收拾的 你以为金牛座是一个 爱美食 爱享受生活 然后爱钱 或有点小气 这都是我们以为的金牛座 对吧 但是已经很多人告诉你了 她们如果小气 是因为她们觉得物要有所值 她们是评估的高手 所以咯 金牛座的小气 那一定是你不值得 还有很多人会认为 金牛座是很忠厚老实 跟反应慢 哦 貌似中良跟一定中良 是两回事呢 所以不要误会金牛座咯 你以为她好脾气 哈哈哈哈 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她正在讲你坏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 大雷雷的外表 只是一个伪装哦 她其实什么都看在眼里 我只能说巨蟹的人设 实在太成功了 她们就是爱家的点心 温柔包容 隐藏版的巨蟹座 内心超多小剧场的 当然啦 她隐藏了这么多心事 她会不会痛苦 当然很痛苦 可是她还是要隐藏 为什么 因为她们真的很在乎面子 她真的很在乎人设 她如果站上了一个贤妻良母 或者是好老公的位置 她就是要演到死 虽然她演得很不甘愿 而且一个巨蟹座 其实比你想象中还要更理性哦 如果遇到了她们想坚持的事情 她是一定有理由的 所以她会跟你好好地沟通 理性地分析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嗯 你们不是一个很容易崩溃的星座吗 但其实不是 各位 一想到双鱼座 我们就会自顾自地 把她们想得好浪漫 是不是 觉得她们很爱哭 觉得她们喜欢装弱小 觉得她们很不切实际 所以看人一定是两眼全瞎 可是双鱼座 你真以为她那么瞎吗 隐藏版的双鱼 那个粉红泡泡是她演给自己看的 不好意思 如果你是来跟她工作的 或者你是外人 她务实的很 还有很多双鱼座会憨憨地傻笑 哈哈哈哈 而且看起来真的有点迷糊 但是不好意思 我再说一次 这是她的保护色 她其实在偷偷地观察你 因为她看起来很无害对不对 所以你在她面前就什么都说 什么都露出来 嗯 嗯 然后添这些蔬菜被她什么用 你都不知道 但是她们大部分是好心的 各位也不用太担心 哦 哈哈 讲到天秤座 大家的keyword就是 哦好好先生好好小姐 俊男美女 当然俊男美女这一怕 已经有被很多天秤座打破了 但是是不是好好先生好好小姐 是不是很随和呢 那你就错了 隐藏版的天秤 超固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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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固执的 她是属于只要错过了一个景点 只要她想要 她愿意再绕回来 不辞千里 不辞劳苦 因为这是她设定的计划指 她怎么可以没有呢 很多天秤座 尤其是在工作或事业上 她是非常有自己的定见 她也非常有自己的目标 并且她已经在轨道上了哦 当她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跟这样的既定目标的时候 这是不可改变的 因此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她在当中 很难讨论很难商量 或不会为你而改变 在这过程中 唯一能让你比较舒服的地方 就是 她会假装听你的话 嗯哼 好了 我们以为的双子座就是一个 能言善道啦 然后很会聊天啦 滔滔不绝啦 其实很爱表达的双子座 他们不见得对任何话题 都非常的擅长 或非常的有自信哦 如果这个话题是她没有把握的 她可是会很紧张的哦 那紧张的她呢 又很怕冷场 她就会打哈哈 会开始装风卖傻 会开始戴开话题 或者是 哈哈哈哈的干笑 这就是她很紧张的证明 明明就是在讲你耶 哈哈哈哈 你还在讲我呢 你还在讲我呢 好了 也有很多双子座 它是会口肉悬合 劈里啪啦 会让你觉得 哇 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 我告诉你 这些双子座会口肉悬合 它都是有准备的 它看似不经意 但是它都有想过 而且都是有策略的哦 再来就是双子座 其实非常好强 你觉得一个 劈里啪啦的星座 它是不是任何苦 都会说出来呢 错了 它能说的都是小小的苦 真正很大的苦 它是不会说的 因为它非常的害怕 被人家看扁 看衰 所以它会拧头躲在角落里哭 一直到它复仇成功 比如说 它终于克服了 它觉得最丢脸的那个事情 那它就会假装淡定的 跟朋友报这个喜讯 你以为的牡羊座 我都是耶 其实他们是 选择障碍症患者 很多牡羊座 真的做重要决定 要考虑超久的 前进又后退 前进又后退 再来就是暴怒犯的牡羊 其实暴怒的背后是 脆弱的星 它很容易受伤 它疗伤其实也需要很凶 那它也会用暴怒这件事情 或者是 假装不在乎这件事 来保护自我 所以它越是暴怒的某些事 其实也是它越在乎的 再来就是它忍不住火爆的时候 其实我告诉你 它超容易后悔 因为它们一火爆起来 可能口不择言 慌不择路 但它其实内心有一万批 为什么我刚刚要这样做 天啊 谁能理解 没关系我理解你 我也告诉所有人 轻易下次遇到牡羊 告诉她说 好好好 你不要气了 我知道我知道 让它有台阶下 你以为的狮子座 骄傲的狮子 它们是万兽之王 它们有领袖气质 它们站出来就是光芒万丈 所以你以为它们都这样吗 来我一定要讲 隐藏版的狮子 其实是非常害怕受伤 比如说它很自大的时候 其实就是它自卑的一个表现 因为它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它只好用气势来振折对方 在那个自大的背后 其实是更没有底的 所以它讲话越傲慢 它讲的话越不合理 其实是它越没有底气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还有一组狮子就是 它的自卑会让它变得比较有奴性 所以它就会变成言听计从 或者是很愿意成为一个勤劳的工作者 用这个它的付出或者是实力 来赢得你的尊敬 所以也会把自己搞得很辛苦哦 好啦我们都以为射手座一定很开朗 一定很乐观 一定很正能量 或者是很花心 爱自由 难控制 隐藏版的射手其实非常传统 非常的有家庭观念哦 然后传统到什么程度呢 家机随机 家狗 随狗 老公花心它可以 因人数十年 不可思议吧 你会很难想象 它不是爱自由吗 当它被关起来 野马就会变家畜哦 那它们消极的一面呢 自己会好好藏着 因为它觉得不能让别人发现 这是一个弱点 弱点让别人发现还得了 这是为什么它们看起来 总是那么乐观的原因 如果你要跟它好好聊天 你会发现 它们不是很在乎世俗的事情 它们更在乎的是一些 哲学问题 比如说 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做这件事的意义在哪里 有时候你可能只是跟它讨论一个很小的事情 它会上升到 我们生而为人应该如何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难聊天 对啦 很多天蝎座真的被长相给耽误了 我们长相就是个恶人 我们看起来就是凶巴巴 我们看起来就是很有气势 或者是我们在看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们在赞你 我们心里在盘顺着什么坏念头呢 很多人看到天蝎很自然的会先退避山色 其实我们天蝎是疗愈性的 天蝎超级喜欢照顾人 而且它们喜欢照顾有病的人 所以如果你被天蝎好好的呵护着 那一定代表你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哦 或者是你真的很可怜 那天蝎座呢 是真的没有办法放着可怜的人不管的 而且天蝎座真的很容易感动 我们的感动超级廉价 什么鸟事小事 我们都可以感动 只要我们想感动 一束花就可以卸下我们的心房 其实那可能是一束塑胶花 但我们并不在意 你在意着我 我就在意着你 而且你说我们善妒 我们会恨人 你错了 那是我们在意这段感情 我们觉得被辜负了 我们才会开始度开始恨哦 如果是普通朋友 那真的 你爱来就来 你爱走就走 我们真的很随便你 你们有听过一个都市传说吗 其实摩羯座是喜剧演员来着 可是我们看到的摩羯 我们都会认为他很老派 我们很难看到他失控 他们应该很传统吧 他们应该很理性吧 他们应该很务实吧 他们应该很无趣吧 其实我觉得摩羯都是暖男暖女 真的 他们内心充满了爱 因此他们冰凤凤的外表之下 他其实是很温柔的心哦 不信你去试试看 为什么要用你去试试看呢 因为他们口拙 他们真的不会表达 他们讲到很温情的事情 他会不好意思 有时候就会把他包装在 我们刚刚讲的嘻嘻哈哈的样子 或假装不在意的样子 或把他讲成一个笑话 所以为什么很多摩羯很幽默感的原因在这里 再来虽然他没有表面上的浪漫 什么送你鲜花 然后讲一些口会的话 但是他会实在在的为你努力 在他的心目中 他就是努力工作 赚很多钱 然后弄了一个很不错的房子 让你在里面舒舒服服 这就是他认为的浪漫 哇哦 如果你觉得这种浪漫还不错 还不赶快去追 OK看完十二星座隐藏真面目 会不会有一点刷新你对他们的看法呢 其实这一个人前人后两个样 这是很正常的 人性不就是如此吗 我们常常有一个人前的人设 就是我们认为最好的自己 最完美的自己 以及真实的自己 所以有时候看星座也要分很多层次来看哦 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